說起上癮兩個字,我們一定會聯想到酒精、毒品等 但其實上癮這個問題本身 比上癮的物質或活動更邪惡 色情、報劇甚至看書都可以上癮 而是否上癮都不是意志力問題那麼簡單 背後涉及的有遺傳基因、外在環境等錯綜複雜的因素 今天就一齊了解一下上癮的冷知識 首先讓我們精簡地理解一下 上癮是甚麼一回事 上癮其實是物質或活動會令腦內釋放多巴胺 這種神經傳導物質與腦內的獎勵機制有關 它會鼓勵你繼續做令腦覺得很爽的行為 其實任何令人覺得有掌上感覺的東西 即是如果這些物質或活動會刺激多巴胺分泌 也有可能令人上癮 有吸毒經驗的人有很多 但只有一至兩成的人會發展成藥物依賴 即是上癮了 那麼剩下的八至九成的人 為何沒有上癮呢 這樣可能與環境因素有很大關係 著名心理學家 Bruce Alexander 與許多學者一樣 他曾經做動物實驗 用大老鼠研究藥物濫用 有一天他便想 其實這些吸毒的老鼠 全都是單獨被困在籠 根本沒有其他事做 如果這些老鼠生活在有其他刺激的環境下 那又會怎樣呢? 於是他不惜工本 創造了一個老鼠公園 裡面有足夠的空間和物品 讓老鼠慢慢玩、探索 甚至有地方讓他們在這個樂園交配生仔 公園裡分別放了有媽啡的水和普通水 然後他將一些已經媽啡上癮六個月的老鼠 帶入這個老鼠公園 他發現裡面絕大多數的老鼠都會改回飲普通水 一般來說,人類和老鼠的上癮行為沒有太大差異 換句話說,如果人夠幸運 他們生活環境有足夠多的多巴胺刺激 他們可能不會苦苦追尋藥物這些非自然刺激 以上的發現或可解釋 為何通常見到嚴重藥物上癮的人都是窮人 或社會地位較低的人 在某些情況下 成癮傾向有可能在未出生時已經在基因編程好 如果一個母親長期處於繁亂的情況 由腎上腺素分泌的壓力激素皮質醇會累積 當子宮裡的嬰兒接觸高濃度的皮質醇 嬰兒本來的壓力控制系統就會受到干擾 出生後,嬰兒有成癮行為的風險亦會因此增加 如果母親在懷孕期間吸毒 嬰兒出生後對藥物上癮的機會亦會增加 母親吸食的毒品可能會經遺傳機制 對未出生的嬰兒造成不良影響 曾經有科學家做過研究 當老鼠嬰兒在懷孕時吸收大麻 生出來的老鼠嬰兒受到遺傳偏程 多巴胺受體會較少 即是老鼠嬰兒對多巴胺的反應被削弱 像胃口大了一樣 長大後比較容易出現冒險的行為 亦比較容易有成癮的行為 說到冒險,有人十分享受冒險 進行極限活動,例如在天台捏涉 看得都十分癌煙 沉迷於腎上腺素大量分泌所帶來的快感 其實都是另類的上癮 對於相同的刺激 不同人之間的多巴胺系統差異 會令人體驗到不同程度的快感 無法體驗到正常快感的人 便會追求更多比較危險的冒險活動 而這種快感上癮居然可以與貓有關 有一種隱蔽而邪惡的微生物 可能用多種方式操控我們的行為 它就是弓形蟲 高達三分之一的人類腦中有弓形蟲 它其實是一種單細胞的寄生蟲 只會在免疫系統不良時,在身上造成症狀 但它會以幽眠組織狼包的形式 終生存在在受感染的人體內 這些狼包可能在腦中,亦可以在身體內 對於這種幽眠階段的公形蟲 目前我們仍未有治療的方法 通常我們都是在貓身上惹到這種寄生蟲 而受感染的人,會比較容易出現衝動或冒險行為 有研究發現,受公形蟲感染的人 發生車禍的機率是非感染者的三倍 目前科學家仍然在研究這種寄生蟲控制腦部的方式 因為它對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作用 它可能會破壞腦部原本的結構或化學特性 又或公形蟲會分泌很多蛋白質 在宿主的細胞內 而裡面的性質,大部分都未被確認 它們亦可以透過感染,改變宿主的免疫反應 從而影響我們的行為 其實上癮的行為相當常見 你一定聽過有人說自己咖啡上癮 一日至少要喝一杯,才能精力充沛地做事 當它們想戒咖啡,便可能會出現頭痛、疲累、疲憂的情況 其他成癮問題,無論是酒精、藥物或吸煙都是同一個道理 只不過,那種上癮的成份比咖啡更難擺脫 明白到這一點,了解到癮有多邪惡 就要謹慎地選擇自己所進行的活動 不知會不會有一天,很多人不再為煙酒上癮 而在聽Podcast,聽到上癮要尋求資料之類呢? SF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